疫情期间志工持续关怀社区邻里 不只在无常来临时成为居民的依靠 长期的陪伴也让罹患严重脊椎侧弯的断身方 打开封闭的心灵 身方的生命变得更踏实 就读长庚大学的林应廷 在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 主动寻求志工的帮助 如今即将成为医师 此即爱的种子也将随他行医助人 希望我一路走来所成就的一切 能够让此机会有感到的交往 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接触的医师 和我所经历的一切 以及受到的每一份帮助 都会让我在接下来行医的路上 各种不同 跟建议 跟温暖 台湾各地都有慈祭人的身影 在默默付出 随时带给有需要的人温暖 累积善音善缘 你疼他 爱他是要 连他心灵的种子的 要把他启发出来 让他的心地真正地种下了 这一个慈祭之音 那就是有所感恩心 期待他们还要回馈感恩社会 慈善行动不因疫情而停止转动 志工心宽念纯 心善如常 大约新闻 红旗温国家 华联报导 大约新闻 红旗温国家 华联报导 大约新闻 大约新闻 大约新闻